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主播丁当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文章是 对一个人太好 你就输了 不知道很多人 是不是都是这样 认定了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把他放在心里 很重要的位置 总是忍不住对他好 哪怕自己吃点亏 受点委屈也没关系 对方遇到了烦恼 你会放下所有事去安慰 对方有什么难处 你就马上轻能相处 你做的这一切都不图回报 只要他过得好就够了 别的都不重要 可是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些不懂你的人 你对他越好 他越觉得你是欠他的 从不会体调你的难处 感激你的付出 你的好 你的善良 在他眼里特别廉价 会把你当成老好人 一次次地向你索取 但是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需要他帮忙 他会想都不想地拒绝 哪怕对他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他不知道 你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的 只是因为重视他 才忽视了自己的委屈 因为把他当朋友 所以才不去在意 自己吃的那点小亏 对一个人太好 你就输了 就算你再善良 也要时刻提防着那些自私的人 你对他多好 他也不会把你当朋友 而是当成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拿来利用的工具 你对人付出 本来没有错 只是不该随意挥霍你的好 真情可以不计回报 但换来的 也必须是同等的真心 不要等到最后 用了情 却寒了心 一件事你期望得太高 就容易失望 一个人你为他付出的太多 就容易心良 不要给任何人留下 善良无私的印象 时间长了 他们就会对你做的所有事 习以为常 甚至会忘记说一句 谢谢 更别提去理解你 与其在人群中 委屈求全 不如一个人独守安静 与其为了别人的背叛 而痛彻心扉 不如稍微自私一点 先学会让自己快乐 曾经 我傻到 谁说什么我就相信 丝毫不会怀疑真假 谁说在乎我 我就感动得不行 然后拼命对人家好 殊不知 别人只是随口一说 只有我自己当了真 现在我终于明白 人活着就要图一个开心自在 别纠结于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感情 珍惜你的人就多对他好一点 虚情假意的人就赶紧离他远一点 太能对别人的境遇感同身受 不是一件好事 你每次都能去体谅别人 谁又真正的体谅过你呢 真心对你好的 不求回报 假装讨好你的 不愿付出 要看清一个人很简单 别再傻傻任人算计 如果有人 总是在你们吵架 冷战之后 最先低头 不要觉得 他真的就是错了 而是他更加珍惜你 不愿让你不开心 如果有人 总是无条件地帮助你 为你着想 不要觉得 他天生就该如此 只是他太在意你 所以心甘情愿付出 这简单的道理 却并不是人人都懂 习惯了享受别人对你的好 就忘记了 对方也同样需要你的真心相待 人和人相处 靠的是一份真诚 谁也没有那个责任 永远对你那么好 包括你的父母 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理所应当 现在的我明白了 只对值得的人关心 只对懂我的人付出 请不要说我变了 我只是学会了 别人怎样对我 我就怎样去对待别人 我在耳环露的里边 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穿风势里 今天的风吹下你 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 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处 在别处 沉默或笑语和期待 飞机飞过这水马楼的城市 千里之外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你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画成个 留在山河